我们的心中都有一位内在小孩 每个人内在都有一位年幼且受伤的小孩 所有人在童年都经历过困难 甚至是创伤 为了保护自己防备将来再受痛苦 我们尝试忘记从前的痛苦 每次触及痛苦的精索 我们都以为自己会无法忍受 因而将感受与记忆深深埋藏在潜意识内 几十年来 我们可能因此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在的小孩 但是,忽视这个小孩并不表示他不存在 这位受伤的小孩只在那里期待着我们的关注 小孩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你不能避开我,你不能逃避我 聆听来自内在小孩的声音 当说到慈悲聆听 我们通常会想到聆听别人的讲话 但我们也必须聆听自己内在受伤的小孩 有时候,受伤小孩需要我们全神贯注地聆听 这小孩可能会从心识的深处浮现 向你所求关注 如果你有正面 你就会听到他的呼救声这时候 你应放下一切事情 转而返回内在 温柔地拥抱那个受伤的小孩 你可以用爱的语言 直接跟小孩说 过去,我远离你,令你孤单 现在,我感到抱歉,我要拥抱你 你也可说,亲爱的,我为你而在此 我会好好照顾你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 我一直很忙,因而忽略了你 现在我懂得了,硬回到你的身边 你需要每天多次与内在小孩倾谈 这样才能达到疗愈之效 温柔地拥抱内在的小孩 你告诉他,你不会再令他失望 或者忽视他 内在的小孩已被遗弃了很长时间 通过休息,我们会了解到 内在的受伤小孩不仅是我们自己 也可能世代相传 我们的母亲可能在一生中经历了许多痛苦 我们的父亲也是如此 他们也许不懂得照顾内在的小孩 因而,当我们拥抱内在受伤的小孩时 同时也是在拥抱我们祖辈 我们返回自己内心 给受伤的内在小孩以关爱 聆听他说话 内在小孩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 观想内在的小孩 这个观想可以坐着或者行走的时候练习 重要的是找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 让你觉得放松 至少有五分钟不会受到干扰 当你吸气和呼气的时候 你可以对自己说这些话 吸气,我看到自己是一名五岁的小孩 呼气,我对内在的五岁小孩 慈爱的微笑 最初你可能希望讲完整个句子 之后你可以只用主要的字 我,五岁小孩 慈爱的微笑 内在的五岁的小孩需要很多慈爱与关注 如果我们每天能够用几分钟坐下来 休息这项观想 将会对你产生很大的作用 因为我们内在的五岁小孩还是很活跃 非常需要关爱 通过承认内在小孩的存在 与他沟通 我们能够看到小孩在回应我们 他开始觉得好些了 当他感觉良好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到好多了 开始有了自在的感觉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转化内在的痛苦 我们将会把自己的痛苦传递给下一代 所有的父母都曾是五岁的小孩 脆弱 亦受伤 我同样可以帮助身外的父母 这个观想孕育的慈悲与理解 不仅能令自己直接受贿 而且令我们父母的内在小孩同样受贿 当我们微笑 我们知道 我们是为母亲与父亲微笑 帮助他们释放痛苦 如果我们能够如此休息 那么那些令人烦恼的问题 都会变得没有意义 例如 我是谁 我的母亲真的要我吗 我的父亲真的要我吗 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 我们无需返回自己的出生地寻找自己的根 我们只需接触自己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就能感受到 我们的父亲 母亲 以及所有的祖先都真实地存在于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之中 我们可以如此休息 吸气 我看到父亲是五岁小孩 呼气 我向五岁小孩 我的父亲微笑 父亲 五岁 慈悲地微笑 成为父亲之前 你的父亲曾经是五岁的孩子 作为五岁的男孩 他很脆弱 很容易被你的祖父或祖母或者其他人伤害 因此 如果有时候他很粗暴 或者不可理喻 可能是因为 他内心的五岁小孩曾经受过这样的对待 也可能在他年幼的时候曾经受过伤害 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 或许你就不会再向父亲发怒 你会对他升起慈悲之心 当你的母亲还是五岁的时候 他同样脆弱 亦受伤害 他可能很容易就忘却了受过的伤害 也可能因为没有老师或者朋友的帮助 而使伤口与痛楚仍留在他之内 这就是为食膜 有时候母亲会对你不够仁慈 如果你可以看到母亲是一名脆弱的五岁女孩 你会很容易慈悲地原谅她 这名五岁的小女孩一直在你母亲的内心 也在你的内心 吸气 我看到母亲是五岁小孩 呼气 我像五岁女孩 我的母亲微笑 如果你是年轻人 休息疗愈你的内在五岁小孩很重要 不然 当你有了孩子 你会将你的受伤小孩传递给你的孩子 如果你现在已经在传递你的受伤小孩 给你儿子或者女儿 也不算太迟 你现在就要开始休息 疗愈自己的内在小孩 同时帮助你的子女 疗愈你已经传递给他们的受伤小孩 聆听内在的小孩 我们一定要聆听内在的受伤小孩 他当下就在我们心灵之内 我们此刻就可以治愈他 我亲爱的受伤小孩 我为你在此 准备好聆听你的诉说 请告诉我 你所有的痛苦 你所有的苦楚 我在这里 倾心聆听 我们拥抱内在的小孩 必要的话 与他一起哭泣 这可能会在我们静坐的时候发生 我们也可以在树林里这样做 当你懂得回顾内在的小孩 每天用五至十分钟这样聆听 疗愈的效果就会显现 对内在的小孩说话 如果我们与内在脆弱的小孩讲话 将能发现埋藏在心底深处的原始恐惧 如果我们以觉知的光芒 接触儿时的原始恐惧 疗愈就由此开始了 帮助内在小孩释放痛苦 让内在的小孩说话 让他表达自己 这同样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机会在儿时表达自己 那就现在给内在小孩表达自己的机会 另一个方法 可让我们的内在小孩感到安全 就是邀请内在小孩显现与我们一起 在当下玩乐 当你攀爬美丽的山峰时 邀请内在小孩与你一起攀爬 当你观赏美丽的日落时 邀请他与你一起欣赏 如果你持续几个星期或者数月这样做 内在受伤的小孩就能够体验到疗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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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